今年4月 美國省實校友 沿四二班陳青和六四班許麗超 反睡探親 我們幾個朋友 相約去探望省實創校校長劉蓮 十七日上午 我們與十三班吳樓亭 八三班許又超和蘇韻雄 六四班楊東洋藍智英 一起來到廣東省第二中醫院百雲分院 劉校長滿面笑容地在門口迎接我們 他已經是一個將近90歲的老人 仍然是身體健壯 暴女輕盈 思維清晰 反應文折 和大家一一握手之後 劉校長熱情地招呼大家在他的客廳坐下 這個規矩放不住 我去北京又見過了 有一個道路 我一個星期 做得好事 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以為 我以為是好事 我以為是想見你的 陳青曾經是美國世界日報的資深記者 去年十月 他聽到省實在美國辦分校 就約校友人一起前往慶學 沒有想到 憑著他豐富的社會經驗 竟發現了其中的問題 讓母校避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 這個呢 自己中的 美工 自己中的 這個 我們全世界都知道 自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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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劉校長已經退休 但對省實的關注絲毫未減 省實及省實校友在海外的點點滴滴 他都抱著濃厚的興趣 聽說省實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校友 因省實美國分校一時 凝聚一起 維護校遇 非常高興 他為省實在國外的校友感到驕傲 劉校長的家光亮 整潔 舒適 並因主人戀陽陽的笑容而溫馨四日 在大廳的邊角上 放著省實學生在他87歲生日時 為他特製的雕塑頭像 牆上掛著學生們贈送的書畫 在靠近窗口的旁邊 有一張小小的電腦台 去緊跟時代的步伐 學習使用電腦上網 到校博去閱讀省實校友的博文 打枝枝不絕的精神 讓他的學生們也不得不精神斗手 雖然校友們此行是專門來敬老的 但劉校長則堅持要請大家吃午飯 他超級地說 凡是來看他的客人 都是他做東 他是常客 所以那裡的服務員只聽他的話 在這一刻 我們好像回到了當年 我們將一群小不點 跟在紅豆豆的後掌後面 向著飯堂進發 半個世紀過去 年紀長了 但視身情懷依舊 在我們的談話中 講得最多的 還是老三界 還是我們在省實當學生的歲月 來東車 出門呢 我們三位在上面 都是大家去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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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智英特地帶來了一本影相簿給劉校長看 裡面有她當年外洋東洋及許力昭三個 在文革期间和在英德茶厂下乡时的合影 这就是我们三个人以前在英德茶厂 茶园 茶园那里拍的 一广就是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令人不免感慨唧唧 我们2008年一起回英德茶厂 回想当年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 在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比较单纯 那就是追求国家富强 社会平等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他们听从领导指示 服从组织安排 努力工作 牺牲自我 用当年一本出名的书名来形容 就是要把一切欠给党 对于他们来说 干革命是头等的大事 照顾小孩的责任 完全可以交给学校的老师去做 如此一例 使得我们这班学生 和学校老师的关系格外密切 师生之间 更多的是教和学的关系 少了很多铜臭味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 商品社会的大环境下 家长们不得不牺牲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但使人困惑的是 到处陷阱多多 说好听点是市场上有很多选择 说得不好听真是骗子太多 不知道要相信谁的话才对 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要求望子成龙的家长要提高警惕 小心受骗之外 我们还希望有更多怀有正义感的人 勇于站出来主持公道 制止不当行为 为民徐行 我介绍省值的情况 省值的正式校图 你都没看留校长 你都没看留校长 他不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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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奸 东阳借口要听电话 想到柜台去买单 但服务员说 留校长已经买好单了 这就是我们尊敬的老校长的性格 我们小辈晚生来看望他 还要他破费来请我们吃饭 我们的老校长仍然是爱学生 与同他自己的子女 光阴可以流逝 我们的私生情意永全 最后尽管大家意犹未尽 但还是依依不舍向刘校长告别 我们忠心祝愿他健康 长寿 并相約下次见面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